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最近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些 最近的商店有很多庫道 今天會在Metrotown有一個新款 剛才簽的 其他品牌也未有 是一個比較大的一房單位 接近七八呎 景觀的話 大家和我一起可以看到 我現在向著的面向是西邊 前面有些是很矮的 低升 前面這裡一排過去 其實我們的地點是Metrotown 我的身後已經是Metrotown Mall 這裡是Walmart Central Bolivar Kingsway就是這裡的後面 這條Sky Train就是 Central Bolivar 現在有個Sky Train 無緣無故停在中間 這個向西的方向望過去 大家都看到是幾多高升 因為Metrotown始終都是市中心 即Bernabee的市中心 我們一致排過去一棟 這棟有一棟正在建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高升 它的高度應該都會和後面那棟差不多 整個垂直角度重疊了 有一堆樓 後面我看到金金地的兩棟是高屋 如果這個露台望去南邊 就會沒有那麼多高升 全部都是矮樓平房 一直是斜落 斜到最底 前面就是Richmond 還有田野 今天都算這段時間 可能見到比較高 還看到山和海 這裡其實是一個一房的部份 它其實是比較大的尺 通常我們說一房 現在都可能是五百尺 五百五十尺左右的一房 但其實這個一房的部份 有六百九十一尺 即是接近七百尺 比較現在的樓盤 這些是Dunia 2 因為它有一個釘 釘也足夠放到床 一個洗手間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位置 就是客廳位置 客廳位置就是完整的客廳位 飯廳在後面 這裡有一個長身出來 所以大家可以放這些二人座的大沙發 但其實都可以轉角位 放一個很大的沙發 放多一張桌子都可以 這些有些櫃 這個電視位置就在正中間 就不會鎖著露台出入 也可以放到再大寸的電視位置 除了這邊的窗 即是一面之外 這邊更多了一個採光位置 這裡就有些光 可以從這個窗進來 或者你可以看過去 這裡有些東西看 不是一棵牆 例如我坐在這個沙發 我看過去都會有 北邊的山景 和Metro Town後面的建築 大家看到我現在的家具 其實都是屋主她留下了 這間屋的故事 屋主說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她也很喜歡這間屋 她一開始一手買入 自己在這裡成長了 之後有小朋友搬走了 然後就開始出租 但出租好像出租了三年 一開始就2200元 連家支出租 然後因為去年開始遇上疫情 她就主動減了租給她的租客 想幫大家渡過難關 減到差不多2200元 現在來到這裡就是廚房和客廳位 大家看到廚房是長條型的 這個是雪櫃 有24吋的雪櫃 下面是冰櫃 發展商是Polygon 雪櫃的牌子是Bloomberg 是德國牌子 這間屋是2014年起好的 樓零的話差不多六七年左右 這裡開始都是一些 counter space 這是quartz 這邊有一些長磚 櫃底是有燈的 全部上面都是儲物空間 一直都有 這個就是抽油煙機上面 四個gas櫃頭 30吋分得比較開 所以如果大家有些大煲大鍋 都可以同時用到兩三個在一起 牌子的話就是Kitchen A 下面焗爐都是大的 30吋焗爐都是Kitchen A 然後這邊下面 這個洗碗碟機就是最右手邊 牌子都是Kitchen A 然後這個是升盤下面的儲物空間 他當時發展商做的時候 都有連這些可以拉出來的櫃桶 現在都用了六七年 都還用到 他當初發展商原裝的菜單 他還保持著 下一手有需要就可以用 這裡整條是廚房 看到這個位置整個都可以是飯廳位 如果你喜歡的 你可以放一個窄窄的岸 也可以放一張很大的餐桌 十個人都可以 因為空間夠大 而且這裡也有多一個空間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位置呢 因為我和屋主都討論過 這個位置感覺上 客廳和飯廳 真的像兩房單位 是比較大的 唯一是雪櫃可能小了一點 但其實好像這幅牆 如果真的需要放很多東西 都可以放雪櫃 旁邊這一邊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開門 現在是沒有門 但又需要可以裝門 然後他屋主是買回來的時候 因為他是女士 喜歡打扮 他就想做一個好像 walk-in closet 給自己 所以他就在IKEA 就是裝了這些架 有這些層板 可以放很多東西 但這個空間的話 其實可以很複雜的 大家可以拆掉它 可以把它轉成一個書房 或者樓盤很流行 做一些顯示器 給你看 是甚麼是 wine cellar 甚至是這裡 都夠長 可以加一個單人床 加到門都可以睡 這個就是那個釘 然後這裡就是洗手間 這個單位只有一個洗手間 所以這個洗手間是通的 這邊進來 那邊可以去到主人房 也可以當客廁 洗手間的話 一個sink 然後這邊有台面可以放東西 下面有一些儲物空間 然後有兩三格櫃筒 然後是一個shower stove 加上浴缸 上面有一個rain head 但也可以浸浴 他就長磚的話 就是這三面牆 其他都是普通的牆壁 然後大家可以進來看看 就是laundry 就是這個後面 這隻就是當初原裝回來的洗衣機 來的 主人房這邊就是兩座衣櫃 他當初原裝回來 都是有這些架 還有就是房間鋪了地毯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水掣 其實就放在這裡 一個是冷水 一個熱水的水掣 收樓的時候 有些朋友說不太會開水掣 通常一個盒子 這樣 又是左右或上下移下 這個向下 就像一個彈弓一樣 其實是有一支彈弓在後面 通常開關這些水掣的原因 都會因為 譬如說有些東西要維修 所以就特意去shut down 平時無端白事都不用特意開關 然後 這個就是電箱 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時候有朋友反映 為什麼他跳了按鈕之後 拍不過去 因為其實他跳按鈕的時候 他不會像我們拍按鈕一樣 整個實一實地拍在後面 他沒有按鈕在中間 現在展示給大家看 所以如果在中間的時候 是拍不到左邊 你要拍到右邊 再拍過去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一個示範 然後這裡就是房間 那個主人房 現在屋主放了一個 兩邊就是一個床頭櫃 其實這不是床頭櫃 其實這不是床頭櫃 只是一個床頭櫃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小的床頭櫃 這邊有窗可以開到 風景跟剛才的客廳 看著他一樣 取暖的話 這間屋是用電子 所以Stratafee沒有包這東西 因為它不是中間熱的東西 除了衣櫃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床頭櫃 所以其實主人房 是分開了兩邊床頭櫃 好 至於去到門的話 那時候設計是用了 sliding door 可以透氣一點 有一點透光一點 不是一個實身門的形式 還有房間上面是有燈的 有些房間我們看到 房間是沒有燈 一定要有落地燈 這個上面是有的 我穿回鞋子 有些房間是6658DAL 就是在DALAVN這個位置 棟樓是斜斜的 本身棟樓都是向西北方見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房間就是這個 中間黃色的零六 一個是大睡房 我們剛才看了 整條客飯廳 一個小走廊 還有一個釘 我們的織就是這樣的 我們的樓層是20樓的零六單位 這個單位是有包一個 一個住宅和一個房間 管理費的話 這個單位一個月的管理費 大約是280-290元 地稅的話 今年的屋主就交了1,969元 差不多接近2,000元 還有地稅 一年 下個星期就做Open House 有興趣的朋友歡迎大家來看 在Ground Floor 它有個Party Lounge 這個就是讓大家可以進來 開派對 或者用一些設施 當然現在COVID很麻煩 要預約才可以進入 但平時其實都可以用 它有很大的桌子 沙發位 有個電視 這邊有得吃東西 有個桌球桌可以玩 也有個小小的Kitchenette 可以烤一下食物 有些雪櫃 大家看到我現在這部升降機 和我剛才搭的那部有些不同 全部都是這些布 主要是可能有人搬屋 所以它就用這些布 去保護那些鏡子 還有這裡每一次搬屋都是 大家其實是要跟Strada去申請 要給一個Deposit 還有要告訴你 你是什麼時候來 有個時間段 就不可以說自己搬就自己搬 因為每次去搬屋 它都會設好這些東西給你的 住宅在這裡 住宅在這裡 134 就是這樣 在中間的 沒有儲位頂住 它的鎖座位 就會在這個正後方 就是8號房 大家看到P208 就是8號房 同樣都要放置才可以進來 燈光是中間 一進來就會自己開 它是80號 就是這裡 現在已經基本上清空了 還有少許剩下的東西 都建議大家上鎖 因為有時不鎖 可能會被人霸佔了 你要清理別人的東西 要通過一個項目 就不可以隨便扔別人的東西 所以建議各位 如果自己的鎖座位 就算不用也鎖好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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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by索兰娅 字幕by索兰娅 我們現在是Molda這棟樓 這條已經是Skytrain Track 站在前一點 Telford和Silver中間這個位置 我們這邊走過去 大約5分鐘就可以走過去 然後這條馬路去對面 已經是Metro Town 其實會最近的就是Metro Town Walmart正過馬路對面 這裡已經是Walmart 當然你住在這裡走進去就可以了 因為Walmart有兩層 再下去P2還是P3 我忘記了Metro Town 其實已經在大統華 都是在這個垂直位置 這棟樓樓很方便 我們看大一點地形 整個Metro Town 多高樓的地方 其實都會在Central Boulevard 這一邊 剛才我們上面也看到 向著西北方都是一棟棟的高樓 尤其是貼著這一邊 都會遺鬆了很多高樓 包括一些喜好和未喜好的 現在可能大家都看到 上網有其他朋友宣傳的 一個叫做The Standard的樓盤 其實它就是在Willington 就是Metro Town 稍微遠一點就是這個角落 但都是Walking Distance 我想走路大概是少於10分鐘 就可以走到Metro Town 那會是一個新的樓盤 地位上就會有這個分別 另外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過很多次 Concord Metro Town的樓盤 應該是Kingsway這一邊 那就另一個位置 好 我們現在趁不如去Walmart走走 其實Walmart好像香港武 我記得以前 上海有香港武 我們可以和大家進去看看 這裡始終是Metro Town 華人聚集 所以我知道這個Walmart 都有很多中式的東西可以買 一定有 我們有很多同巴香港人 大家住 所以也有很多李錦記 各種的 三秒零零卷 火鍋 食材 很多 我剛剛除了可以買新鮮食品 杯麵 或者其他東西之外 例如煲 碟 蓋 清潔用品 甚至衣服 那些都有 還有這個瓦瓦有兩層 我們剛才的底層 即是廣角 多些食物類的東西 其實是樓上多些生活用品 這裡是買衣服的位置 甚至是家庭電器都有 例如大家想過來買電視也可以 例如Wi-Fi設定 都有玩具類型的東西 所以幾分鐘的距離 這個熱門都解決了很基本的一些需求 但如果你說你很專業的 即是買專業單車 那些你可能要去Sport Track 走多兩步 進去店舖就有了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我又要跟大家分享多一件重要的 就是我老公開了副頻道 他會去放多些花水 或者我們生活 或者我們去玩的片段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看他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 接著之後呢 這裡呢 噢 什麼事 不要啊 這個啊 這些都是 還有這個發展商是Polygo Polygo 發展商是Polygo 好 我們看完lock out了 它是整路的 什麼 它不是整路的 它不知道哪補回來的 垃圾房就算了 就不看了 那你不問一下 它是否湊了 噢 即每次去問一問 人家的垃圾房就不湊了 反正剛才Stella跟我說 覺得我們去看Amazing Brandwood 垃圾房很湊 覺得很有趣 好像我們是不是這個 看到一隻狗在裡面 它不會嘗試打爛車窗來 即是你救你的狗 我的車主會盡快回來 不用擔心 AC是23度 即是為什麼你現在不說過 我想說這個 現在不行嗎 記得 你還有一個要拍 不行很累 很硬 很熱啊 對 是呀 忘記了 嘩 有聲音 這裡的月餅 奇華雙黃白蓮蓉 54個狗 爸爸是喜歡吃這個 是不是 買這個給他 不是 這個很甜 就不吃這些 他說甜什麼不吃 全部月餅都甜 所以不吃月餅 他吃的 他吃蓮蓉的 好甜的 蓮蓉 我就買了這個 貓山榴槤月餅給你 你跟媽媽一起吃榴槤 你最貴的 不是呀 便宜 喂 為什麼會這樣 它便宜了 我知道很多香港朋友 都喜歡用 CAN MAKE 那些 化妝 其實這裡大部分都有 我很多時候都可以在這裡買 你快選吧 你喜歡吃麵包嗎 隨便吧 多少錢 三個多 三個多 四個多都是這些價錢 這裡超市很多都自助 除了大統華之外 其他WARMART Shopper's Shop 很多都自助攤客 剛才就這樣 這個刮了一下就可以了 沒用過膠袋 Bedic bag 這樣就可以了 未深 我老公喜歡吃這些 但我其實喜歡吃那些 什麼腸仔包 我給你選擇腸仔 還是這個 隨便吧